大涨207点收在9590点 我讲讲白 今天台北股市的大涨 真的跌破很多人的眼镜 为什么 很多人他告诉你呢 其实你要看整体的XY趋势方向 你看外资就对了 那我请问大家 在上个礼拜五 我的XY测标 上个礼拜我的节目当中 我是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我说主力心太多 政府大力的XY互盘 结果呢 下午的XY三点钟 所公布出来的数字 不管包括期货 不管包括选择权 乃至于现货 外资一口气 大卖将近有90几亿 很多人看到这个90几亿 以为方向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你比较 鸡婆的XY投资朋友 你可能PM盘跑去放空 就到今天马上又断头了 那我在节目当中 我先开始强调 你今天你的问题在哪 来再变 如果说我们把今天 这一根所谓的K棒遮起来 这条绿色的线叫做月线 这叫五日线十字线 当他站上月线 当他站上十字线 做多一路往下杀 要当他跌破了 所有的一个所谓的均线 和形成标标准准的 一个跌破K棒 大家都想要放空 可是我在节目当中 我再跟我强调 我很遗憾的通知大家 你们过去所学的技术分析 已经开始出现 一个所谓无效的一个所谓理论 你要了解 人家主力做手操作 还是架构在价格的观念 包括周线月线关系价 包括一个所谓多空主力心态 那问题为什么 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你从两天 你就可以知道答案了 新春开红盘的第一天 我们给你预告主力心态空 这一天也就是 开红盘的礼拜五的这一天 我们给你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多 因为主力做手 它真的很机车 它会做多 它也会放空 它根本不在乎 现在是多头 还是个标标准准空头 那当然如果说 你想知道所有的细节 没有关系 我们的LINE AT的一个账号 小老鼠PRO101 你可以从里面看到 一个所谓完整的答案 就好像新春开红盘的第一天 1月2号的时候 当时在9点47分的时候 麻烦去查一下 当时的位置在哪里好不好 9点47分 我们给你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个标标准准的空 11点24分 我的盘中的 一个所谓连线节目当中 我还有没有预告 外资反手放空 其实我当天外资 有没有一口气大卖 1.1万口 1.1万口 有哦 那就外资大卖 1.1万口 你看到后知后觉 隔天又跳水 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我的一个所谓操作 SOP很简单 你一定要懂得关键价 你一定要懂得主力心态 你一定要懂得 一个所谓面面的一个所谓巨大 就好像在礼拜四的那天 我还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收盘还是小于一个所谓日线关键价 甚至包括9544点的 一个所谓多方方价 在礼拜四的节目当中 我还有没有跟大家做一个所谓完整报告 好 主力心太空 主力心太空 就连续心的夜水击杀 结果来到礼拜五的时候 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夜水地方 来到礼拜五的时候 我在你们的Line 8 9.42分 9.42分 我说目前主力心太多 有人在做一个所谓的互盘 因为收盘小于主力成本AC 所以说收盘小于关键价 礼拜四收盘小于关键价 收盘小于AC 导致礼拜五先往下跳水 而当礼拜五往下跳水 在9.42分的时候 我还有没有很清楚跟你预告 我说这边有人在做一个所谓互盘的一个所谓动作 9.42分 甚至当时的9.42分 老师下面文章是什么 麻烦自己调出来看 我会跟你预告 你千万不要看到华星科 你千万不要看到六四八八环球晶往下跳水 跑去做一个所谓追空的动作 那我请问大家 你追空环球晶 你追空华星科 到今天为止你是赚钱还是赔钱 这是为什么 我的论点都跟人家不太一样 一般投顾老师 他们不太去跟你解大牌的 可是我的逻辑 你要先看得懂大牌 你的股票你才可能做得好啊 结果我跟你预告主力心态 它是个飙飙嘴嘴的多 我请问大家 它有没有再一次玩高点过高 往下做击杀 结果当你看到一个所谓低点破低的时候 你的软体 我说过了 为什么你的软体一定要配备主力心态 因为主力作手 他难道不知道外面软体的设计 就是高点过高有买讯 低点破低有卖讯 所以说这是陈先生 为什么使用这么多套软体 发现奇怪了 出现买讯的时候 大家全部都出现买讯 出现空讯的时候 大家全部出现空讯 那我请问大家 如果大家的买讯都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主力作手要怎么出货 如果大家的卖讯都是正确的情况之下 主力作手要怎么出货 这是为什么从上一个月开始 我就一再跟我强调 我说主力作手现在很喜欢玩 高点过高杀 低点破低拉 好啊 再来啊 结果来到10点11分的时候 你的软体又从之前的放空讯号 变成买进讯号 你敢做了吗 你早就已经被扒到人仰马班了 这是为什么你要拥有主力心态 最主要原因 因为借由主力心态 你才能够破解主力作手的片线 结果呢 从礼拜五的9点29分 一到今天 有没有一口气大涨270点 有没有 那为什么会大涨270点 来看一下哦 这个是礼拜五的图卡 给你预告主力心太多 政府大力护盘 这是今天10点34分的图卡 主力心太多 外资认错回谱 结果你有没有看到今天外资 在期货的部分买了6000多口 在现货的部分买了60几亿 会不会很困难 还是看到外资 今天现货好像买80几亿 那还是看到外资买了80几亿 这个时候才要反手做多 老师这样的分析啊 真的好复杂哦 又要写盘前稿 然后又要分析主力心态 又要分析主力成本 好复杂 有没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有的 基本上哦 现阶段你要知道台北股市 已经成为国际的一份子 但如果说你仔细观察 台北股市还有所谓的夜盘交易 而夜盘交易又衔接到美国期货 哎美国期货 你知道他一天休几个小时吗 美国期货一天才休 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 无时无刻都开盘的 那你要怎么样去掌握 他其中的卖动 掌握主力作手 在美国期货里面的动作 很简单 你想想看哦 我就举个例子好了 举个例子好了 1月3号的那一天 1月3号的那一天 也就礼拜四的时候 礼拜四的时候 你在凌晨4点钟 你看到一个所谓的放空讯号 导致礼拜五台北股市 先往下出现了一个所谓 跳水 没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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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呢 在10点 10点30分的时候 你又看到一个所谓 往下的一个所谓空方讯号 结果礼拜五跳水 礼拜四的凌晨 先出现放空讯号 结果礼拜四的早上跳水 礼拜四的一个所谓往上10点30分 你要出现了一个所谓空方讯号 结果礼拜五有没有出现往下的一个所谓跳水 那这礼拜五 等于同意这个空方讯号 我看得很清楚 这个空方讯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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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让PM美国牌 因为那时候我还没睡觉 然后这是今天早上照的 今天早上照的 有没有看到 让PM美国牌 一口气狂涨将近有200点 那这样子有没有非常非常简单 你说要分析这么多东西 你交给我来分析就好了 我盘前稿都写得很 就写得很明白 那你说老师 可是我实物上 我不想要懂这么东西 有没有傻瓜懒人法 我基本上 我建议大家 其实有些东西 你在把它复杂的一个所谓过程当中 它是不断的简单 就好像很多人 他会学很多东西 不管包括KD 包括波浪理论 就好像我举例波浪理论好了 波浪理论 它可以分成什么简单波 可以分为复杂波 所以如果说 你去重庆南路买一本书 里面还所谓的延伸波 我请问大家 那到底谁对 你就随便看头部节目就好了 同样讲波浪的 有的跟你讲多 有的跟你讲空 那我请问大家 全包了嘛 多空它都有 所以说当你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什么心理线 再配合KD 再配合成交量 今天量900多亿不够 我很抱歉告诉大家 今天成交量多少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又不看成交量 我也不看KD 我只看最重要的 一个谁主力的一个谁心态 还有主力心态 它所引导出的一个谁方向 就如同在礼拜五的10点30班 你有没有看到非常明确的 一个谁简头往上 就如同在礼拜四的今天几班 礼拜四凌晨的 礼拜四晚上的10点30班 你是看到一个谁简头 往下的一个谁讯号 简头往下 结果它就这样 多多多一路插下来 然后到10点30班的 一个谁简头往上 结果呢 我请问大家 有没有一路延伸 涨得将近有200点 这是为什么你要懂的 一个谁主力心态的核心 最主要的一个谁意义 好 那么接下来这个行情 到底该怎么看 所以说如果说呢 你连美国PM牌 PM美国牌 你都有在观察的投资好朋友 想尽办法去下载 我们电脑版的液水软体 到底该怎么下载 广告中的电话 无论如何把它拨通 那我请问大家 这是今天盘中的 液水连线的图卡 这没问题吧 外资认错回补 没问题 来看这边 我这边有提到的 加全的日关键都在9523点 如果说空方的价都在9585点 好 我请问各位 今天收盘是多少 今天收盘很刻意收上空方的 一个所谓的防守价 那么明天的一个所谓时间 它是先多 它是先后空 那至于几点钟到几点钟 那明天的一个所谓多空的一个所谓防守价 乃至于PM美国盘 到底该怎么观察 我的盘前稿写得非常清楚 写得非常非常明白 你已经得到液水事前的预告 事后完整验证的投资好朋友 广告中的电话 无论如何 一定要把它拨通 你至少打电话进来 索取一下我们盘前稿 看里面到底在写什么样的液水把戏 让你知道多空防守价 操作自然无后顾之忧 同样股票操作也都是一模一样 好 我先问大家 我们先慢慢来铺陈 在12月6号的时候 当时我在节目当中 我也去跟你预告 放空2492的华星哥 对不对 把加金 12月5号是卖环球金 把加金 奇力星 核金出掉 然后反手放空197块的华星哥 就华星哥从197 跌到144块钱 总共跌了三只的液水 跌一百 没错吧 那我请问各位 我当时的增结重点在哪里 很简单 你为什么你要拥有主义心态 因为如果说 就中长线的液水角度 就中长线的角度 很多时候消失 我本来就做中长线的 你们做中长线 你们做中长线 你们是套牢叫做波段 你们不是做中长线 我所谓的中长线角度 你看一下 华星哥 他的133块钱 出现了一个所谓 箭头网上的买进信号 这个叫中线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有没有看到 持续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在203块钱 你又看到主力心态 有多转空 而且又出现 一个所谓放空的信号 这是为什么 我197块钱 我敢带我会员放空 这是为什么 因为人家在203块钱放空 他之前放空的时候 拉这一段 拉这一段 你自己看 然后对下来 拉这一段对下来 主力心态还是空 还是空完之后 有没有 一路杀 直到133块钱 你看到心态 游空短多 之后我在节目当中 也用最极短线的 一个所谓空间理论 去跟大家做 一个所谓完整整的 报告跟规划 甚至于更有趣的 你继续记得 当时在这边 F5 不好意思 F5不是报名牌 你们不要听错 那是因为 我不会用这一台了 24 OK 音色 OK 正在这天 这天你知道吗 这天 这天 外资一口气 买了3696张 这一天 这一天 那外资是阿呆 买完之后 有没有杀 这边我回答大家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今天那个 我觉得那主神问得很好 今天盘中连线 主神问一个问题 他说台币 在上个礼拜 外资大卖的时候 没有贬值 那今天又升值 那是代表外资 根本没有走 听听说 外资可以用的工具 比你想象中来得多 你这句要把它记起来 我请问大家 我今天我是外资 我看好路股 我能不能买上证二叉 我看坏路股 能不能买上证凡 我看好台股 我能不能买T50 我看坏台股 我能不能买T50 它可以使用的多的工具 如果说接台湾政府 规定说 第一件事情 我们把所有上证 原油 什么原油证 原油反 什么道琼 道琼证 道琼全部拿掉 你们接外资来 就只能做台湾的商品 只能做台湾 国外的那些ETF都不能做 跟国外有关的ETF都不能做 那这样子 台币的升值贬值 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外资到底钱有没有走 那这问题 现在如果我是外资 你叫我走 我还不想走 它可以骑握放空 它可以摩台放空 它可以借券交易 这些都是空头部位 这些都是空头部位 所以说那个东西 已经不客观了 好 我现在就解释 大家所有的疑问 对不对 接下来我请问大家 被动元件 这一波这一波 哪有能走这种模式的 你从小到大 你学技术分析 有走这样的模式的吗 你的波浪理论 能算出这样的模式吗 你的本意比例理论 能算出这样的模式吗 问题在哪里 你问他嘛 你问他嘛 那天我觉得这天是最不要脸 看到吗 这天最不要脸 外资买了3696张 结果呢 你看 他刚好给主力全部拿去放空 外资买的部位 全部给主力拿去放空 接着华信克 有没有一路杀 有没有一路杀 那你说老师啊 可是我 我坦白的 我带会员实物上操作 我们也没有办法做 特别那么样的长 在极短线的夜随部分 你要拿出你的夜随操作逻辑 否则是一个标标 尊人赌博 我所谓的逻辑很简单 648环球机 不用再歌功颂德 12月5号卖 对不对 为什么要卖 因为很简单 他跌破了多方防守价 而且呢 在349块钱 我看到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放空讯号 那我请问大家 你会不会因为这根跌 红黑棒 刚好跌到这条平台颈线 跌很深了 跌很深 以为他要涨了 结果环球机 之后有没有一路往下杀 那为什么会杀 因为人家在349块钱放空 245座多 涨到349 高涨了100块 然后又反手放空 他又赚了100块 一档环球金 他在短短两个月时间 他大赚200块 他是这样搞的 他们是这样搞的 我只是把他秘密全部都讲出来 空间理论跌破272块钱 结果有没有再杀 有没有再杀 有没有再杀 有没有再杀一根长黑黑棒 就杀长黑黑棒的那一天 我有没有跟你预告 238.88 就是多方方价 那我请问大家 为什么要学 再一遍 破线 破线 不用画给你看吧 破线 所以说放空 你知道有很多人 追在这一天 你追在这一天 有没有错 你没错 因为隔天环球金 隔天环球金 他还杀回到238.88 给你补 我就以我的会员为例 他去扣黄球金 结果来到238.88 我说一定要回补 他说老师 为什么又回补 那图这么样的丑 图这么样丑 是今天你看到长上来 图这么样丑 干嘛扣呆回补 因为很简单 没有做期货 你更需要看着大盘 全台湾唯一 能给你大盘主力心态的 就只有我的软体 老师啊 可是问题 我又不可能带着笔电 到处跑 如果说你要看PM美国盘的 因为它的容量数据很大 很抱歉 你就只能用桌机 只能用笔电 你没笔电的 我们给你笔电 那如果说你不看PM美国盘 你只看个股 还有大盘的主力心态 麻烦去下载我们的软体 要怎么下载 很简单嘛 先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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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问大家 如果你知道238.88 就是环球经 礼拜五的多发房子架 有没有空在地板 很多头顾老师空在地板 很多头顾老师 他是空在地板的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礼拜五的大盘主力心态多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 这一段文章写什么 要文章给你听 要给你听 我说好朋友问我说 能不能放空华星科 我说现在大盘主力心态多 大盘主力心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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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放空股票 你是头壳一个洞 还没完 还没完 真的时间不够 礼拜五 礼拜五对不对 礼拜五 这礼拜五的环球经 有没有跟你预告 262.68 就是环球经的空方防守价 看一下 很有趣 今天最低落 262.5 不懂 这个不懂 可能要打屁股 238.88 它是多方防守价 对不对 它是多方的应水防守价 所以礼拜五 因为大盘 大 大盘 所以这个要强调 所以说我现在教育各位 再变 你过去 你在做股票 你有在看期货吗 因为老师告诉我们 大盘摆旁边 个股摆中间 对不对 你老师这样告诉你 那我请问各位 那四隔五年之后 你是赚钱赔钱 赔钱 那你是要换个方法 换个方法 换一个方法 换一个方法 因为现在台北股 是很会搞片线的 另外一句吧 它第一段 主力心太多 它先走238.55 然后之后呢 之后呢 礼拜五跟你预告 262.68 手机板在正下方 正下方有看到 正下方有看到 结果呢 今天环球金 它开盘 有没有跳过 262.68 开盘跳过262.68 配合着大盘主力心太多 外资认错回补 开盘 开过压力 压力变成支撑 刚好今天最低低点 完全命中 那就证明了一件事情 主力做手的 一个所谓操作 它是架构在 价格的 一个所谓观念 因为礼拜五 跟你预告 262.68 今天刚好最低的低点 262.5 不要买在最低 来到的时候去执行 这样有16块钱的价差 敢不敢做 因为你不知道 空方防守价 转为一个所谓 多方的 一个所谓防守价 这是为什么 你第一时间 你要看得懂 大盘最主要原因 要怎么看得懂 大盘 很简单 全方位360的 一个所谓 大威力计划 现在除了给你鱼池 更重要 我们教大家 非常多宝贵的 一个所谓钓鱼的 一个所谓技巧 到底要怎么学习 到底要怎么下载软件 全方位360 到底是什么360 真的只要360吗 记得改变我时间 拨通 第二节奏 我先下去 大家好 我是郑明娟 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改版咯 黄金 债券 基金 投资商品 最新的资讯 全部都在最专业的理财节目 只要钱长大 掌握第一手的投资趋势 请锁定非凡商业台 只要钱长大 周一至周五 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半 非凡抢先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每天看这么多的数字在跳动 经过比较就会有比 外行在看热闹时 内行的已经在看门道了 钱所衍生出来的十一柱形 这就是财经 全世界的任何风吹草动 所产生的蝴蝶效应 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财经 非凡商业台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欢迎这一度回到节目现场 我知道现在呢 大部分的投稿老师 每天呢就在跟你讲 5G 5G赚多少 那可是我只要请问大家 那他带你们去买的 被动元件跟细菁元 难道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吗 基本上这不干我的事情 我只会在节目当中 很清楚告诉大家 我的一个所谓操作上面的 一个所谓方针 就像你麻烦了 你把12月28号 我所给你的元月份 关键报道打开来看 那这对环球金的部分 我是怎么写的 我说环球金 它的股价已经进入超卖区了 可是阻力啊 很坏 它会再搞一次低点破低 高点过高的片线 也就是会先跌破 264块钱的应随支撑区 甚至于来到225块 它才会弹 几月几号 12月28号的时候 12月28号的时候 环球金当时在这边 我就跟你预告说 它会再搞一次低点破低的 一个所谓片线 如果说你把当时的 一个所谓关键报道拿出来看 还是你把我关键报道拿去包油条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可是就一般投资朋友而言说 小师 这种长线的一个所谓预测 大概只有我做到 没有错 这种长线的预测 就只有我做到 可是就一般投资朋友 你们的一个所谓操作很简单吧 你要想尽办法 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 就好像你下载到你的手机 或下载到我们的一个所谓平板 你就指数看盘 能不能看到大盘的一个所谓多空主力心态 你就主力心态 能不能看到个股主力玩完整整的 一个所谓拿捏测却 就好像我江南白的 不管包括环球金 不管包括华星科 你知道吗 有多少头顾老师去摸 摸什么 摸底啊 结果摸底之后 到最反而是摸到一个大白砂 结果当环球金往下跌破平台几线 红样2492的华星科 当他行程跌破这条线的时候 一停水完蛋了 今天跳上来 怎么办 怎么办 看他啦 真的啦 这个家伙真的很坏 你知道吗 203块钱放空 就一路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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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杀 红样的6488的液水环球金 也都是一模一样 收盘小于273 就隔天 有没有再送你一根所谓的黑街棒 这有没有再一次证明 空间理论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我知道呢 现阶段就一般投资朋友而言 很多人他已经放弃了 放弃什么 放弃农历封关的行情 想说等农历新春开放盘 再回来做就好 可以的 可是我建议 在这个时候 你要想尽办法 去强化你的 专业知识 我再一遍忙 不管包括 不管包括238.88 他的多方房楼价 甚至于包括 包括这边所预告 262.68 他的空方房楼价 会不会算 如果不会算的情况之下 你认为你赚得到钱吗 农历封关之后 只是让你的寿命延长 可是到终点的时候 还是会来到 至少我很自豪告诉你 我的学员都会算 至少我很自豪告诉你 当他往上去 跳扩空方房楼价 268块钱 马上变成多方房楼价 这是为什么 今天来到262.68 该给大家看到 262.68 263块钱 你环球金要做多 结果从263 配合的大盘主力 薪太多 一口气 有没有大赚16块 老师 我就是不要做这个族群 我不要做这两个族群 我跟你讲 这两个族群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因为这两个族群 是协助你看得懂大盘 这两个族群 我们在盘中连线节目 讲的N次了 那你说老师 这两个族群有没有不做 那不做你还是要拥有主力心态 为什么要讲主力心态 我请问大家 今天光环有没有长停板 有长停板 可是我没转到这边 我没转到这边 那问题为什么光环 很多人跑去放空光环 为什么要放空光环 为什么要放空光环 因为很简单 他这边 他这边 来来来 3块钱4 实际上不够 长黑爆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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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放空 可是如果你有主力心态 人家主力是在做多 人家主力是在做多 就一档光环 一档光环 两次的操作 能不能赚到两只的 一个水涨停板 在短短两个礼拜的时间 那当然光环 今天涨停板 你就不用再追了 主力心还是多 可是我在上个礼拜 我跟你提示的标的 好 我们就玩快一点 因为基本上 现在每一个人 应该都知道 是哪一档股票 我还是老话一句 光环毕竟他是个赔钱公司 这是无庸置疑的 你要去找 能不能找到一档股票 他目前 他跟光环做一个 所谓比较 光环是赔钱公司 他是赚了一块多的 一个所谓公司 目前的一个所谓北益比 远远比光环低的非常非常多 那这样的股票 人家大跌的时候 他上涨 人家今天上涨的时候 他反而收在平盘 那么如果明天 开盘开大于31.6 他明天就往上做攻击 我讲的很久 讲的非常非常明白 但如果说你手中持股 想知道关键价位的 一并利用廣告时间 拨通电话叫做 玩完整整全方位下询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短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现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